为了协助市众学童安心教学 众华馆成功筛主会 与众华各自男性交流协会 第二次基盘市众公益音乐地会 邀请众华馆市众者关华协会经验 现状表演音乐 经过专业的体系老师 在现状分享地道 还有技术品的计划 市众音乐与现状表演音乐 还有专业的体系老师 分享地道 可以听音乐 又可以认好地 市众华成功筛主会 与众人性交流协会基盘的公益活动 经济影响让孩子们中断了 也让经济的来源短缺了 所以他认为说 如果能够找企业 能够找社团一起来协助的话 相信说大家的安心能够远播 大家的安心能够散布在孩子上面 所以我们发起了这次的公益茶会 市长协会它现在是目前它得到资源比较少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家邀请我们的会节 一起来努力做这场活动 而且因为为了让这个活动 公益活动 我们希望带入的是一个文化 有文化 所以我们以茶会的方式举办 传议协助基盘这场公益活动的 政管委员有款表示 市长团队虽然是六四十分 不过他们能够在这里资源 算是较不足 提供党帝办公益活动 也算是第一点的心力 共同募款来赞助他们 而且要提供他们那个电脑 来给张化市长关怀社会 那我提供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整个地方 但是人伦气息蛮重的地方 我们今天杨耀聪总监 他对这个地方的话 他很肯定 所以率领我们私主会 各分会来这边办法这个活动 虽然公益音乐会 华东东港天气不是真好 武汉流更入口 但是华东县长 看到大家的身心和热点 向人公益机会和观看 这会来协助市长的核心 全身求学 大众华新闻中西梁 欢迎蔡凰报道